最近除了何鸿燊家族之外 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刘兰雄家族了 因为刘兰雄家族最近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一方面是刘兰雄的身体出了问题 再次去医院检查 另外一个就是刘兰雄的大儿子 刘明伟把股份卖给干比的事情 刘明伟已经把自己持有的24.9%的华人置业股份 全部卖给了自己的后母 现在是净身出户了 许多人也是因此事认为刘兰雄太无情了 竟然如此的对待原配的子女 专宠干比一人 不过事实上这个事情 许多人可能错怪了刘兰雄了 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干比赢了 刘明伟出局干比赌掌华人置业 但想深一层 其实赢的人是刘明伟 为何如此说呢 之前刘兰雄分家的格局 是干比持有华人置业50%的股份 刘明伟持有的是24.9%的股份 名义上干比才是大股东 不过在权力上 刘明伟才是公司的主席 干比不过只是执行董事 干比的姐姐跟妹妹在华人置业工作多年 也都是被提拔为执行董事了 其实名眼人一看就明白 刘兰雄知道干比不是做生意的料 于是把公司交给刘明伟 一方面是刘明伟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 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刘明伟帮干比守江山 刘兰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不错 可惜的是刘兰雄低估了干比的野心 去年干比就绕开了刘明伟独自召开了股东大会 另外在华人置业的业绩发布会上 刘明伟也没出席 而是干比出席 加上干比早就安排到公司的姐姐跟妹妹 这样一来刘明伟肯定被架空了 干比是大股东 而且拥有绝对的控股权 如果刘兰雄去世 他完全可以行使大股东的权利 把刘明伟这个主席给换掉 那个时候刘明伟不是更没面子 而是可能人才两师 在刘明伟趁着这个时候 自己先把股份卖给干比 套现几十亿走人 然后追求自己的事业 其实反而是更好 刘明伟如果一辈子待在华人置业 才是一点发展都没有 而现在刘明伟趁着华人置业还值钱 赶紧把股票卖给干比 如果华人置业让干比搞多几年 可能更加不值钱了 所以刘明伟现在赶紧把股票卖给干比 自己却拿走几十亿现金 刘明伟最近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命 成为了香港海洋公园的主席 香港海洋公园在香港人的心中 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同时香港海洋公园也是亚洲最大的主题乐园之一 曾经在亚洲的旅游业中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不过最近几年香港海洋公园一直在走下铺路 最近几年一直是在亏损 不过香港海洋公园现在一年的游客 依然有好几百万 年营收入依然超过十几亿 刘明伟之前就在海洋公园当过副职 这次刘明伟成为一把手 估计接下来刘明伟会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辞掉华人置业的那个空头的主席位置 第二件事是刘明伟估计会趁机抄底海洋公园的股份 现在抄底海洋公园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香港从去年以来经历了双重的打击 旅游业一直是一蹶不振 海洋公园在前段时间刚刚寻求108亿的贷款 不过最终只拿到54亿的贷款 海洋公园也说了 如果接下来没有好转 不仅仅数千员工要下岗 而且近万只动物都没饭吃了 在全球目前的形势下 海洋公园的未来形势依然是不容乐观 刘明伟的父亲刘兰雄当年就被称为香港股市的狙击手 刘兰雄真正发家 靠的就是在股市跟楼市的超底买卖 刘明伟如果这个时候超底海洋公园 撑过去这个最艰难的日子 那么等到三五年之后 海洋公园一定又是一条好汉 毕竟是香港是全球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 香港经济早晚会是会回暖的 香港的旅游业也一定会回暖 这次刘明伟的一系列操作来看 刘明伟确实颇有父亲的风范 刘明伟这次把股份卖给甘比 肯定也是刘兰雄支持的 刘兰雄现在估计也是看透了甘比 只是现在碍于各种问题 无法跟甘比摊牌 因为甘比不仅仅是刘兰雄的合法妻子 还跟刘兰雄一起生了三个小孩 另外一点就是 刘兰雄现在身体不好 需要甘比照顾 同时刘兰雄的资产也已经是几乎分完了 甘比隐忍了十几年 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刘兰雄说甘比不爱钱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爱钱 如果他不爱小钱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爱的是大财 显然甘比就是这样一个人 刘兰雄年纪本来就比甘比大29岁 现在身体又不好 如果自己不小心先走了 甘比现在才40岁 他会不会改嫁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甘比真的改嫁了 那么刘兰雄就是一辈子帮别人打工了 这些问题刘兰雄以前没想 现在也不得不想了 所以说刘兰雄赶紧在这个时候 支持儿子刘明伟出去创业 为自己保留一点点人生希望 如果刘明伟创业成功 那么至少自己后继有人 至于华人之夜这个壳 本来就不是刘兰雄创办的 而是刘兰雄抢回来的 不过是刘兰雄的赚钱工具 刘兰雄对于华人之夜的感情也不会太深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华人之夜大部分值钱的资产 早就被刘兰雄转移给个人名下了 华人之夜现在已经接近空壳公司 市值已经跌到了几十亿 现在华人之夜最值钱的资产 就是恒大的股票跟恒大的债券了 实际业务已经是没有多少了 刘兰雄也不在乎华人之夜被甘比控制 反而控制的是一家空壳公司 刘兰雄之前留给刘兰雄的资产也不少 包括了现金50亿 还有股票债券物业等等 加上这次套现的几十亿 足以支持刘兰雄自己去创业了 刘兰雄其实能力不错 但是过去几年一直被甘比压制住了 没有太大的表现 离开华人之夜 才是刘兰雄发挥实力的开始 毕竟作为刘兰雄跟保永勤的儿子 刘兰雄肯定不太差 近日 吕丽君的大女儿 吕佩林 原名刘秀莹 首次正式公开正面照 18岁的她满屏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眉眼像极了妈妈吕丽君 吕佩林看上去很有精气神 而且眼神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沉静从容 气度不凡 一看就知道是个心理健康 性格开朗的女孩 早在五年前啊 吕丽君就被大刘用20亿分手费彻底打发 一对儿女也因此跟了吕丽君 很多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性格缺陷 或敏感或自卑 他们也会憎恨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父亲或母亲 大刘也曾经公开的说过 吕丽君教一对儿女仇视他们 女儿见到她都不叫她爸爸 让她非常的心寒 大刘的言外之意指责女儿是个不孝女 但看吕佩林小小年纪就如此有精神 健康开朗的样子 实在不像是大刘口中的不孝女 毫无疑问 她不但没有被吕丽君教坏 反而教得更好 大刘不应该一味的指责吕丽君 更应该反省自己身为一名父亲是否有失责的地方 大刘是出了名的风流 曾经让吕丽君和甘比共待一夫长达15年 她先是有了吕丽君再有了甘比 她和吕丽君都生了孩子 还去招惹别的女人 并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 那时吕佩林已经不小了 就算没有吕丽君在她前面说她坏话 她也很难不恨大刘 孩子总是希望得到父母全部的爱和关注 如果父母偏心别的孩子 他们很难做到不在乎 吕佩林的怨恨心理再也正常不过 大刘不应该指责她是不孝女 而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 尽量平衡她的心理 吕佩林现在弹的一首好吉他 在音乐方面表现了不错的天赋 吕丽君为了更好地去栽肥她 还曾经带她去见霍金 大刘就没有做这些事了 他和吕丽君分手之后 一门心思铺在了和甘比所生的三名子女身上 2018年 大刘分身家时 把大头都给了甘比 让甘比成为女首富 却不愿意给吕丽君 以及他的一对儿女 一个儿子 同样是大刘的血脉 凭什么甘比的儿女分了那么多 吕佩林和弟弟却一个子都分不到 吕丽君把女儿原本的名字刘秀莹 改成现在的吕佩林 应该是问过吕佩林自己的意见 吕佩林也不晓了 如果吕佩林自己不愿意 吕丽君也拿她没办法 可见吕丽君和吕佩林对大刘彻底死心 不愿意再和她有什么瓜葛 吕丽君经常带一对儿女去做慈善 她现在也把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改成了女儿的名字 可见她是希望女儿 以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吕丽君在教育儿女上 不可否认比大刘强太多 大刘对吕佩林来说 或者早就可有可恶 大概也只有甘比的女儿 才会觉得大刘是个称职的好父亲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